好,我們來討論這個向量坐標的表示法 我們知道說,一個向量的話 根據三角法,我可以做任意的分解 那我現在的話,一個向量的話呢 我可以做某一種特殊的分解 把它分解成什麼呢 這個兩個向量,分向量互相垂直 可以這樣分,也可以什麼呢 它有無窮多種分法 也可以這樣分,這直角 也就是我可以任意的分解 然後呢,讓這個兩個分向量互相垂直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個的話呢,我就可以把這個向量 把它放在直角坐標系上面 就是說,讓它的這個向量的實點 我要貼在什麼呢 貼在這個圓點上面 直角坐標的圓點上面 這是X坐標,這是Y坐標 那這樣的話呢,這個終點 就唯一決定了這個向量 那這種呢,把實點貼在圓點上的這種向量 我們叫做位置向量 那這種位置向量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我可以把這個向量分解在X方向跟Y方向 那這樣處理的話 不論是加或怎麼操作都很方便 比如說,我現在有兩個向量 我要把它加起來 那我就把這兩個向量都把它分解在X方向跟Y方向 然後利用那個分配率跟速機 可以把X分量把它合併起來 Y分量合併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 操作上的話 就會非常方便 好,那現在的話這裡有個性子 這個性子是說 一個向量的話 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坐標來表示 不是啦 因為我們剛剛講嘛 就是說 你一個向量你10點的話 把它貼在圓點上 那麼它終點就唯一決定了這個向量 那這個終點 這個終點坐標 我如果這個假設 這個向量假設叫A好了 終點坐標假設是A1 那個A2的話 那這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向量 我可以分解成什麼呢 沿著X方向的分量 這個長度呢 是A1 這大小是A1 然後沿著Y方向的這個分量 是A2 那也就是說 我這個A的話 就可以表示成多少呢 沿著X方向 那我現在定義 沿著X方向的單位向量叫I 這個單位向量叫I 那沿著Y方向的單位向量 我叫Z 那這樣的話 這個向量 就是A倍 這長度假設是A1 這個長度是A1 方向是I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向量就等到A1 I 一卡啦 通常我們用這個一卡 代表單位向量 這種 這種的話 代表普通的向量 這個是 就是一個特別意義的 就是它的長度是E的向量 加上多少呢 加上Y方向 Y方向長度是A2 那麼方向是Z 所以可以寫成A2 一個向量 我可以把它分解成X分量 一個外分量 那有時候方便的話 我就把它計成這樣子 就直接用什麼 用這個A這個向量的中點做標 來代表這個向量 好 那這種表示法 跟這種表示法 它是一對一對應的 所以的話 我可以用這個 來表示這個向量 好 那現在我們看性子 這性子就是說 我如果 A這個向量的話 是這個的話 B這個向量是這個的話 那我直接把它相加的話 就很容易 直接相加的話 A加上B的話 就直接X分量跟X分量相加 然後Y分量跟Y分量相加 好 那這個很容易證明 因為這個A 這個向量的話 可以寫成AEI 加上A2Z 那B的話 可以寫成 BI 加上B2Z 那向量對交換具有結合力 I有那個交換率 我就這一個向量 加上這個向量 然後我就用結合力 這一個 跟這個先相加 加完以後 再跟它相加 然後這三向相加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呢 這一向跟這一向對調 有交換率嗎 對調完以後的話 A1I加B1I 加起來就多少 A1加B1I 那後面的話 A2Z加B2Z 加起來的話 就是A2加B2Z 因為我們根據 因為我們根據那個數層 數層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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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1I 加上 B1 B1I 這個的話 A1倍的I加B1倍的I 這個I可以抽出來 A1加上B1I 就說你加起來的話 就直接什麼呢 X分量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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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加 B1I 加多少 Y分量相加 A2加上B2Z 好 那你用坐標來表示的話 就是A1加上B1 A2加上B2 那所以這運算的話 就非常方便 或者 我們可以什麼呢 可以直接畫圖 來做做看 直接畫圖的話 就是說 我現在的話 這個相量 這個相量 這個叫做 A 另外的話 這個相量叫做 B 好 那這個A的話 分解在X方向的話 這是A1 Y方向的話 這是A2 然後這個B的話 你把它分解下來的話 這是B1 分解過去的話 是B2 那我們根據那個 這個相量加往 我可以把這個 平移 我把B 把它平移過來 平移過來 平移過來以後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它的那個什麼呢 它的 核相量 A加B 的話 就等於這個相量 那這個相量的話 我們來看看 就是這個平移四邊寫的對角線 這個相量的X分量是多少呢 是什麼 是等於 這個相量在這個方向投影 這是A1 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一段 這一段是B 在X方向投影 這一段是B1 這一段是B1 所以 這個A加B 這個分量 X方向的分量 X方向的分量 就是A1加B1 然後Y方向的分量 方向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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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A2 A2 然後另外這個 把這個投影過來 這個相量的話 投影在什麼呢 Y方向的分量 這一段是B2 是A1加B1 那外分量是A2加B2 A2加B2 這個的話 跟這個 是完全一樣